基隆中正區日前發生 85歲獨居老翁 不幸凍死悲劇 引起了社會的關注 在市議員許諧慈協助下 善心人士陳培玲女士 特別捐贈30萬元善款 將作為禁案救助申請經費 非常感謝陳培玲女士 她在過年前 就希望能夠為機構的住民 能有一些過年的加菜金 那我當時也有建議她 其實社會上也有很多 多邊緣戶跟獨居長者 她是更需要及時的關心跟協助的 那這筆善款未來收到後 也希望能夠幫助更多的獨居長者 以及弱勢的團體 能夠給予基施育 因為社會有很多社福的資源 它的評估程序是非常隆長的 有時候社會的資源跟社福利 沒有辦法及時介入的時候 就很容易發生憾事 即便是半天或一天的差距 尤其是在這個天冷的寒冬 都有可能發生死亡的意外的憾事 那這樣的一個即時的一個社會力量 能夠民間的力量的提供 能夠給予這些獨居的長者 很及時的一個關懷跟協助 陳女士透過親友 將這一筆善款 捐給市議員許諧慈服務處 而捐贈代表之一的余明發 曾經擔任過鎮莉里長20多年 對於獨居長輩類似的緊急事件處理 感觸相當深 我擔任理長這麼多年 那據我的經驗 假使碰到這種事情 工部門沒辦法及時來救急 那麼會發生想不到的惡果 可能像這一次這樣就直接死亡了 這一筆錢是希望能夠救急不救平 在第一時間內 正部門沒辦法來處理 那麼由這筆錢來支付 希望能讓他暫時的緩和一下 那其他當然也需要有關單位來處理 社會處跟社福機構 在做獨居長者的確認 他程序非常的繁瑣 那在確認他是否有家屬的這個階段 其實都可能過了幾天 甚至是幾個禮拜 那我服務處這邊 真的每個月至少會接到10期以上的案件 針對一個急難救助金的一個申請 但這個申請的程序 其實有時候都很漏長 那這個資源的一個補助 還有介入 甚至有時候都要搶達可能半個月以上 但有時候真的需要第一時間 就有這樣的一個善款 能夠給予他們即時的協助 除了感謝陳女士的愛心善款 市議員雪茨強調 這筆費用將用於邊緣戶 獨居長輩醫療費用的急難救助 若民眾有需要 可以向服務處或者鎮沙社區發展協會 提出申請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hairy 例子 可愛 現在是嘻針 並且不會提到 尋常運動? 此為止 我們